後來有一個朋友更進化 你知道嗎 他常常去大陸工作 然後就是搞青眼山這樣子 每次回來台灣以後不得了 半夜東起去一想 嚇死了 他叫國雄 他每次人家就想說 親愛的國雄 我好想念你 老婆看得太得了 以前那個手機 以前手機有蓋子的那一種 蓋起來那一種 他半夜嚇到 手機拿起來 他老婆人家搶一搶一搶一搶 一直搶的 碰 把他折算算了 就是為了不要讓他老婆看到 後來幾次經驗以後就知道了 不能跟人家講本名 因為那些妹 因為你不能不留人家電話 你不把電話留給他 怎麼跟他繼續交往 那如果人家 你又不能告訴人家說我老婆 所以你不要給我傳什麼 什麼國雄 baby 親愛的國雄什麼這一種的 後來他往後在外遇 人家問他叫什麼名字 我名字比較特別 使用的用 戶口名部的戶 我叫做用戶 半夜他也不怕人家傳眼鏡了 親愛的用戶 我好想念你 老婆說 現在電信公司怎麼那麼噁心 為了叫你續約 還有那麼親愛的用戶 我好想念你 然後隔天 就想念你 親愛的用戶 人家癢癢 現在電信公司越講越過分 明天去給他續約 在同樣 我好想念你